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又是我每周维持的新冠疫情周报 这个疫情周报我们已经维持了将近一年半 只是从周日的直播独立出来 希望我们可以很快的停更这个节目 也代表着这个世界的疫情 也是即将步入尾声的时候了 开始之前请可以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将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本周除了新冠疫情 我们也要注意到 现在印度有一种黑针菌正在印度蔓延 这个黑针菌目前数据出来致死率高达了50% 那么这个黑针菌致死率高传染力强 会不会取代新冠病毒成为下一个世纪瘟疫 以目前的情报来看 老师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黑针菌是必须在无消毒的状况之下 才能够传染 所以基本上是因为印度的卫生观念薄弱 交替的使用氧气罩 而且都没有什么消毒 反正会用到这些氧气罩的 都是新冠患者的 那么上一个新冠患者用完 直接给下一个新冠患者使用 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印度的防疫观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伴随了其他的症状存在 也是不奇怪的事情了 但是这个黑针菌传染到其他国家 先不说尼泊尔之类的 包含了中国港台日韩等地 就是比较不会受到传染的 因为消毒是都会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真菌一旦遇到酒精之类的 或是正常的洗涤 基本上也会失去他的活性 所以大致上来说 大家不用太担心 关于黑真菌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瘟疫 这基本上是比较没有这个机会的 而接下来我们还是依照惯例 来看看世界疫情的 单日新增病例的金榜排行榜 这为什么老师每次只说单日新增病例 而不说其他的数据 因为这是老师自己建立的数据模型的机制 从单日新增 老师就可以透过老师自己设计的数据模型 研判出来未来可能的疫情走向 这个是什么设计的 这老师是依照周易的原理跟逻辑 所设计出来的模组 所以老师对于疫情不是单纯的预测 比较准 而是因为透过了周易等玄学的基础 来建立的研判方式 玄学我们说实在点 他就是高等的科学 例如什么 例如混沌理论 什么是混沌理论呢 他跟周易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部分以后我们有机会会单独看一篇视频 来说明一下玄学跟科学的一体同生的相关系 好 那我们来继续我们的新冠疫情的金榜排行榜 首先第一名的没有意外 仍然是印度来蝉联这个未免者宝座 印度现在的单日新增病例 有数据的 有回报的 单日就高达了41万的新增病例 但是大家也心知肚明 这个数字的水分 可能比海绵宝宝身上的水分还要多 在这种情况 印度会严重到什么样的状况 在这个部分老师还是保持了过去两周的看法 以及态度 整个印度必须延烧到了7月 疫情比现在成长2到3倍之后 才会进入了停滞期 到了9月疫情才会比较的乐观 而整体现在对印度的疫情的演进 老师推估 印度因疫情上升的会达到500万人 至少也会达到350万的印度百姓 在这场新冠人祸之中丢掉了性命 这个数字老师认为还是比较乐观的数字了 而其他各国必然会封锁来自印度的旅客的入境 所以基本上印度的疫情 他比较会在亚洲地区辐射出去 而比较不会专往什么欧美地方发展 也就是说 印度如果是新的变种病毒的培养米 是一个中心点 那么他会往尼泊尔、孟加拉、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 这些路上国家一路的蔓延辐射下去 但是随着距离越远 他的散步的速度跟强度也会减缓 而跨海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地 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防御措施 尤其是马来西亚 马来人的心态是比较乐观跟松散一点 所以说他有可能会放进一些来自印度的旅客 投奔马来西亚的印度家庭 这个就是非常必须要担心的 而印度的疫情会不会沿线传到了云南、西藏 这个理论上是比较不用担心的 因为就算有传到了中国去 以中国现在疫苗施打的速度以及幅度 也是属于可以控制的范围 整体而言 南亚将难以避免的去经历到一场浩劫 而且会在年底之前完成一定程度的 用鲜血所染成的群体免疫 这个只能说他这个群体免疫不是靠疫苗 也不是靠其他方法 就是靠人命所换来的结果 而除了这个方法 就光疫苗现在也来不及去拯救印度 或许尼泊尔、缅甸还有巴基斯坦 他还可以靠了什么?靠了中国来救援 因为毕竟这些国家跟中国彼此之间脸都还没有撕破 但印度的民粹以及政治的操弄 就是瘟疫之神 他都会看到觉得很开心 可以狂笑的跳舞了 因为这会让他们的瘟疫难以结束 而看到第二名 仍就是加拉列华之国巴西 巴西的单日确诊新增人数 仍维持在63000上下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而单日的死亡人数也都在2000人上下 这对于数值他的复制贴上太久的状况 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增加太多 也没有减少太多 这个让人觉得是说 有里面隐含了一些危机 现在巴西又逢到了选举 疫情又居高不下 防疫的制度也十分的松散 也因为如此 怕的不是巴西的本土病例会加速蔓延 担心的是 有没有可能来自英国 或是来自印度的变种流窜到巴西的境内 再加上这样子的松散防护 那么巴西真的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印度 人口上亿又不能封城 也没有足够的疫苗 就容易成为下一个病毒的温床了 而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我们的美国神之子的国土 这就比较如老师之前的模型预测 过了节气之后 顺利的降到每单日新增人数在5万以下 平均都在4万6千的上下 这个疫苗施打的广泛的覆盖之下 美国的疫情基本上这个月 暂时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主要是进入到比较稳定的阶段 而美国的疫苗施打速度 它也是越来越慢了 从原本每天可以打到350剂的疫苗 现在只能打到100到200万之间 整个整体速度是慢下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会想打的 会害怕的都去打了 有一些人他就是坚持不打 靠信仰的神打来祈求刀枪不入 那也会坚持的不打 所以现在慢下来 其实不是美国的行政效率变慢了 而是要说服那些 不过去不去打这疫苗的 逼他们要去打 这个真的是有点困难 所以说一种名养百样人 我们不能期待 每一个人都有良好的智商 不过以长期来看 老师年初预测 美国会在6月恢复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 看来应该是不会失算了 第四名是谁呢 第四名是土耳其 那单日平均大概3万的新增病例 虽然有逐步往下的趋势 但是这两周还是有机会往上攀升的 土耳其的封锁他原来在持续中 只要能够持续的封锁国境 那么土耳其就能够抗拒印度变种病毒在外 才能够安心的给百姓施打疫苗 疫情警报才有机会慢慢的减缓 第五名是法国 平均这一周的平均每日新增2万例 高峰的时候有时候达到2万6千例 这个数字已经算平复很多了 记得他之前是在每一天11万例 8万例6万例 现在降到2万6千例 不过老师还是估计法国在短时间之内 他的天花板应该会回到一些3万2千这个数字 这样子后续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法国的变化 是不是真如预期会有些起伏 第六名是谁呢 第六名是阿根廷 平均每一天还有2万的新增确诊病例 但随着气温的回升 阿根廷的疫情应该会有转入好转的机会 他是比较高的 第七名是伊朗 本周平均一样 每一天都有2万例 当然他略低阿根廷一点 所以说他屈居于第七 伊朗他现在是面临了选举 所以伊朗国内的疫情不能说好到可以受到控制 短期他的天花板有可能还是会涨到2万6千 这个数字 因为选举就是万人专动 然后那个传染速度就会比较快了 第八名是什么 第八名是哥伦比亚 平均每一天会有1万5千例 高峰的时候会到1万7千例 这主要还是在于当地的检疫以及防疫的习惯 不是很理想 人祸还是他们居高不下的新增病例的原因 第九名是谁 第九名是德国 本周平均每日还有1万5千例左右 当然他烧低于哥伦比亚 他说他屈居于第九 德国他虽然疫情有反复 但是他的天花板已经可以说 应该可以降到1万8千例了 那么以这个数据来看 应该虽然还会有点浮动 但是他应该会持续的往下了 第十名是我们艺术之国意大利 本周平均每日新增1万的新增病例 这虽然有点反复 但是也比高峰的时期算是缓解太多了 之前可是他这个数字的好几倍 以意大利这种防疫松散的态度来看 已经能够降到这个数字 真的是上帝保佑了 未来当英美两国的疫苗打完 然后把这些疫苗都释出的时候 意大利应该很快就会恢复了社会的稳定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单日新增病例数的 前十大金榜排行榜 关于其他国家部分 我们也来关心一下 第十一名的就是尼泊尔 这应该是他首次离靠近世界前十名 这么近的名单 单日新增病例 他已经飙升近万例 但是实际的数字 应该是比较接近德国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民粹思想 跟他们简易的缓慢 所以说基本上他的数字 应该还在乘以1.5倍到2倍的数字 是比较可信的 所以说按照实际来讲 他应该已经进入了前十名 而菲律宾本周平均每日还有7200例 日本本周平均每天还有6700例到7000例 日本他要建设大型的疫苗的施打基地 但是还是在于日本的疫苗是不是能够充足 让国民来施打 是否愿意跟中国还有俄罗斯去购买疫苗 让疫苗的种类变多 让国民可以广泛的施打 这个是他的关键 而日本虽然疫情变得非常严峻 老师还是保持着上周的看法 日本的燃疫天花板 应该还是在单日9000例 最坏不会超过一万两千例 东京奥运 日本首相菅义伟应该会坚持的把他办下去 这是日本的一个尊严 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相信最终应该还是会办成的 而加拿大本周平均每日新增8000例 这个数字随着气温以及疫苗的输入 会渐渐进入好转的机会是颇高的 加拿大的朋友 你还是要多注意保护自己的卫生 然后注意防疫 希望老师年底的云游 也可以去加拿大一起走走 而欧洲的西班牙、波兰 平均每一天都是大概6000例 就是西班牙跟波兰都是每天6000例 这两国也开始逐步的降下来了 印尼部分单日平均为5000例 马来西亚疫情反复到3700例 马来西亚已经碰到老师设定的 模组的临界值 如果下周还是这样 那么马来西亚就有机会在这两个月 单日突破7000例的危险时刻 这个只能靠什么呢 只能靠边境的海关 有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了 英国部分 他仍保持单日1700例上下 疫苗的大范围施打 英国也快从这个新冠疫情中毕业了 而男孩的病例双倍成长 达到了每日450例的上下 情绪感染似乎有出现了 这个数字如果下周没有降下来 或是下下周都没有降下来 连续两周都这样 那么可能会碰出到下一个单日1200例的警钟 这个我们要多加注意一下 而澳洲部分 现在每一天还是维持在单日12例上下 澳洲的防疫算是很尽责的 他连自己的国民都不能从印度回来 一回来就要把你关起来 还要给你巨大的罚款 所以说他很努力的要去做这个防疫 那么除非澳洲他碰到每一天会有210例的数字 否则他应该都是没有事的 他要成长的那个数字是比较难的了 而台湾部分目前现在不能说他们我们的防疫破口 有没有堵住 但是基本上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有戴口罩 所以基本上风险还是有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疫情周报 从这个周报来看 我们即使在前10强中 单日的新增病例数 除了印度跟巴西之外 其他的已经是去年高峰的对折 这显示什么呢 显示西方国家的疫情已经进入稳定的阶段 只要继续维持下去 年底之前欧洲大部分的地区 也会比较安全跟稳定 经济活动也可以恢复到比较旺盛的状态 至少恢复70%到60% 65%到70%这应该比较合理的 现在的疫情的战场 已经从西方的欧美世界转回到了亚洲世界 而人类总是学不乖 看到了欧美世界处理疫情的人祸问题 亚洲世界的中亚以及南亚 却还是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 该怎么说呢 全力使人疯狂 民粹可以让自己刀枪不入 当国家的领导人权力为政治利益去奋斗 百姓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这不是天上的神明不保佑 而是民主制度下 百姓选出来的人间之神 给予自己一个迎头痛击而已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